大家好我是三小 今天买了两个西葫芦瓜 两个才一块六 来做一道家常酸辣西葫芦 洗干净的西葫芦把头尾切掉 然后对半切开 把中间的纸去掉 再把它切成条 切好把它放大碗里 将两勺盐腌出水分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 给它拌均匀 切一点小米椒和酸片 乌鲁瓜已经腌制好了 看很多水腌制 要把它洗干净 洗掉盐 锅上热下油 把蒜片和小米椒炒一下 炒香后下瓜 生抽 蚝油 陈醋 加一勺鸡精 大火翻炒 煮熟就可以出锅了 炒香了 可以的 我超好 酸辣西葫芦就做好了 酸辣脆爽 好吃又不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